小殿下在找什么 米谷 你说姑姑怎么就没个什么信物呢 信物 就是那种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清秋白浅的东西 或者是别的 让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姑姑的人 看在姑姑的颜面上 会忍让我三分的东西 姑姑她素来随意 除了这池子里 堆积成山的夜明珠 还稍显贵气以外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证明 女君的地位了 你 算了 小殿下今日怎么怪怪的 好些日子不回来 一回来就在找东西 可是 传了什么祸事 祸事倒是没有 就是欠了个人情债 什么人情债啊 救命之恩 有人救了我一命 什么 你 你何处遇了险啊 你受伤了吗 没 让秘谷告诉姑姑 给你讨个公道回来 不必了 不必了 灰倒是没有吃 但我心想着 救命之恩并非小事 所以我想离开晴秋一段日子 去报恩 去报恩 报恩 报恩 小殿下 就这样走啊 胡帝和四叔他们都来了 我当然要现在走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 那岂不天下大乱了 霓谷 那岂不天下大乱了 千万不要说乐嘴啊 你就跟他们说 我是外出游历去了 过几年 几年 小点是个年 这个你拿好了 这是姑姑给的要紧的东西 记得一定要交给他们 我走了 那 不要 啊 小美人 为何可怜巴巴地坐在此处啊 可是被谁欺负了 你是女儿身吧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姑姑也喜欢女扮男装 我都看习惯了 你姑姑 你姑姑是天宫奶辈娘娘啊 青秋白浅 什么 青秋白浅 是啊 就是那位未来的太子妃 是啊 那你是 青秋白凤酒 原来是青秋的小殿下 那你可是跟着长辈一起来的 是来天宫谈你姑姑的婚事 不是 我是来报恩的 报恩 你报什么恩啊 你这恩又是报给谁的 好 报 冬华帝君的救命之恩 冬华帝君 你这小殿下真是有意思啊 你是每句话 都让我出乎意料 来 那你跟我讲讲 你是如何碰到冬华帝君的 冬华帝君 又是如何救你一命的 如果你能带我进去的话 我就讲给你听 这两个侍卫把我拦在这儿 有两个侍臣了 一点都不同容 正好办 你跟我走 你能带我进去啊 你若是碰上寻常的神仙呢 还真难 谁让你今天碰到的是我 承玉元君 偏偏就是我能让你进去 走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跟我走 原来如此 所以你来天宫 还真是为了报恩的 当然是啊 以帝君在天宫的地位 他什么都不缺 那小殿下又想如何报恩呢 我 我想 那 日夜陪在帝君身旁 总有一天 他会有需要我的地方 然后我就可以顺水推舟地 把这恩给报了 有道理 不过 想要明正言顺地 出入太臣宫 只有三种方法 哪三种啊 第一种 你要是这天宫位高权重之人 然而小殿下你不是 第二种 嫁入太臣宫 这 这 嫁 嫁进去 我是不是 怎么着 小殿下 你还真想这么做啊 没没没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别解释 女人的心思 我最懂 不过 就是要嫁 现在也言之过早 所以啊 就只剩下第三种了 也是最适合小殿下的 只是要委屈你一些 是什么呀 做婢女 婢女 小殿下你干什么呀 入宫啊 这可是太成功了 对啊 我知道啊 你放心 虽然我习惯迷路 但我却认得那牌匾 你不要瞎胡闹了 帝君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 他要发现你擅闯探成功 会把你丢出来的 帝君竟是如此之人吗 天空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帝君就是这样的人 不好相处 你看我每天这 严苛得很哪 他这人真有意思 小殿下才有意思吧 我不能与你多说了 我可是买通那位仙君 才有机会进入太成功 可不能浪费了 我问你 这天上哪位仙君 有如此之胆量 我告诉你 你可不许跟旁人说 小殿下放心 我们算是知己 承育援君 你还真会挑人呢 现在天上恐怕 也只有承育肯帮你了 为何这样说 我是看他生得漂亮 觉得他是好人 所以我才求他的 你这是以貌取人 承育援君哪 是从樊界收上来的神仙 同时也是三殿下的心上人 连宋 天君那三儿子 果然被考大数好成梁啊 小殿下是个明白人 那是自然 我真的不能与你多说了 你常来看我 我还需要你帮忙呢 小殿下 小殿下 我才先不说 我还需要一个人 把你帮忙 我还需要下去 我还需要你帮忙 我还是要帮忙 你帮忙 我还需要你帮忙 我一íamos 我们人帮忙 我看我 一定是因为你帮忙 怎么突然来了 一个这么好看的 听说是刚刚安插进来的 一定又是见了帝君 魂部守舍非要进来 想一步登天等 一步先打听打听 太成功每个月 都有几个人 要被丢到夏界去 小九九啊 你是要留在这里 长长久久保恩的 一定要老实 千万不能被丢下去 好 站住 去哪儿啊 去给帝君奉茶 谁让你去的 还要谁让我去吗 你以为帝君是什么人 她可是昔日四海八荒 众神敬仰的天帝公主 如今虽是将帝位 让给了天君 可也是连天君 连太子叶华 见了都有礼让的人 你一个刚入太成宫的 小仙娥 就想进书房给她奉茶 你还懂不懂规矩 我以前住的地方 没那么多规矩的 我以前住的地方